这一课词呢我们继续去优化 那么之前的代码呢我们已经绘制出来数据了 但是呢性能很差 那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每一帧都在更新跟计算阴森数据啊 那这节课呢我们叫优化 把这个每一帧计算跟更新呢给它处理掉 那我们在上一节课的基础上去复制一份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然后呢我们绘制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这个名字呢叫性能优化5 然后呢叫GPU计算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把CPU计算过程给它放到GPU里去 那么一旦我们把这个计算过程放到GPU以后 或者说就转移到GPU以后 那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仍然而解了 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的绘制过程呢是这样的 首先绑定顶点 然后呢这里是更新啊 注意这里是更新了我们的阴森数据 然后呢再绑定阴森数据 那我们之所以慢就是慢在这里了 这里我们看 我们每一帧在计算的时候 都要计算一次矩阵的乘法 那么这个矩阵的乘法要计算多少次呢 我们有多少个节点就要计算多少次 那么我们目前加载的这个矢量建筑有多少呢 有10万02336个 那么每一帧就计算10万次矩阵计算 而且我们这个矩算呢 是Double类型双精度的矩阵计算 这第一 第二一个计算完的结果 每一帧要传送到我们的显卡当中 虽然我们这里pushback进去之后 变成了单幅点 但是呢还是需要每一帧把数据 传输到显卡 那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消耗时间的 那么主要消耗时间的这么两点 那么大家想一下 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把MVP跟local矩阵 乘到一起 再传到GPU当中的 而不是把local矩阵跟MVP进行分离 那如果我们分离之后 是不是这个过程就可以在GPU里面去处理了 带着这个问题呢 大家想一下啊 那首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乘法放到GPU当中 是不是我这个过程就可以取消掉了 就没有了 对不对 既节约了CPU的计算又减少了每一帧的数据量传输 对吧 那我们先尝试的修改一下 这个程序啊 那我们看这里面有VS有GS还有PS 那么我们计算过程只能发生在这两个阶段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过程我们传进来的啊 在当下传进来的这个矩阵 是MVP跟local矩阵的成绩啊 然后的GS里面再将这个矩阵跟顶点做乘法 实际上这里得到的这个数据呢 就已经是我们的设备坐标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分离开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面去引入MVP就对了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引入一个MVP啊 引入一个MVP矩阵 那这个矩阵是相机的 它不会因为顶点变化而变化 它不属于顶点的属性啊 所以呢 它是个uniform 那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这两个的成绩得到的是世界坐标 世界坐标再跟我们MVP做乘法 得到的就是设备坐标 对吧 那我们给这个做一个复制 这样的话我们就 有了这个巨饼 有了这个巨饼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CPU给它传递数据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CPU里面传递数据 我们怎么改呢 在这儿 第二个参数就是矩阵的个数 我们只有一个 然后呢是否转制 然后呢是否转制 false不转制 data data就是我们这个content里面的MVP 是吧 这样我们就传进来了 传进来之后我们要改变一下 改变哪里呢 改变我们的绘制 这里 这里面我们就不需要每一帧的去更新了 对不对 这个函数就没有意义了 那我们把它去掉了 那创建 这是有用的 创建这里面 想象一下 这里是不是 我们就不用这个乘法了 是不是直接就给它复制节点的local矩阵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编一下 因为我们local矩阵 是在GPU里面跟这个矩阵做乘法 哎呦 有错误 有语法错误啊 我们看看 这个函数被我们删除掉了 对不对 这里就不要有它了 再编译 这里呢 也就不掉它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就改完了 改完之后呢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这里传了MVP 然后呢 MVP在GPU里面做了乘法 是不是外面就不用算了 看一下效果 没有画出来 没有画出来是不是哪里错了 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思路来看一下代码里面肯定是哪里错了 对不对 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改的代码先因为只有改的这代码影响的是吧 我们先从这个shade里去看啊 shade里面这个MVP MVP找一下MVP跟这个做乘法 好 我看到了 是不是这里错了 MVP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矩阵 对不对 这里是个矩阵 现在我看到了已经啊 正确了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之前的方式跟在GPU里计算是花费的时间啊 我们来对比一下 对比的话我们就加载一个老的这个代码啊 我们先看新的吧 新的代码里面我们在这儿 在调用开始跟调用结束在这里面 这里呢 我们获取 计算出来 原的Node V这个函数 调用所花费的时间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啊 来看一下是多少 我们打印什么呢 打印 这个是毫秒吧 这是格式化 格式化 格式化以后呢 掉windows的一个函数 就output debug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这里面是不是零点几 最多的0.1 0.15少的就0.2 对不对 就是零点几毫秒 零点几毫秒 就计算完了 对不对 我们假设就是当他是一毫秒吧 好 那我们再看原来的 原来的就是这个里面 在没有改造之前 就这段啊 错了 好看到了这里 是70多90多100 基本上70多 那么跟零点几相比 是不是至少是接近百倍的提升 在cpu端是至少百倍的提升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cpu端 那gpu端呢 gpu端我们用 这个 帧率的统计工具啊 我们看一下 当然我们看 现在的话就画了13帧 虽然呢 我们用的是debug版本 对这个不公平啊 但实际上这个也能看得出来一些内容了啊 十几帧 那我们再看 这个优化之后的 优化之后的 170 是不是接近至少10倍的性能提升啊 至少10倍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那么想像 想一下就是我们在课堂开始的时候提出的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而是把 而是把 矩阵 跟我们的MVP做了惩罚 再传给 传给谁的呢 那这个原因呢 我大概有印象 当时呢 我们应该是为了解决精度问题 来这么干的啊 就是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如果不这样做 因为大家想象一下 两个矩阵 在GPU里面去做乘法 这两个矩阵呢 都是单辅点的 那么一定会有精度损失的 那有人讲 那为啥在CPU里面 它就没有损失呢 其实CPU里面 我们用的是双精度乘法 把乘完的结果再转换成单精度 那么实际上 浮点数在精度损失的过程当中 是在运算的过程当中 才会造成精度损失 那比如说加法 乘法 对吧 它才会损失 那如果是 我们用双精度计算出来以后 再用单精度去保存 那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产生损失 那有人讲了 你还是跟顶点做了乘法 对不对 其实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我们用这个矩阵 跟那个顶点做乘法的时候 如果 我们这个矩阵 是local矩阵 里面就有大足标了 那我们来看一眼吧 看一眼 我光说大家可能不理解 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呢是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矩阵啊 这个是乘法矩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矩阵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矩阵成完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啊 哎 这怎么全是零啊 这个MVP可能还没有计算出来 对吧 那我们在update里面去看 那啥这么奇怪呢 他没值呢 这才来啊错了错了 抱歉 来了以后我们看这里的值啊 我们看这里面的值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这个 是不是最后一列最后一列的话就是我们的 可以认为是位置信息了 对吧 那我们如果是用这个矩阵 这是双精度的啊 当成完以后 再复制给单精度的时候 他会损失小数点后面的精度 但他不会损失计算过程 产生的这个精度问题 而我们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看一次乘法 两次乘法 是不是乘的越多 损失就越多呀 我们之前是不是就一次乘法 就这样的 对不对 现在呢 多了一次 那当然精度就损失就更大了 就这个呢 就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节课的内容